团结政府上任一周年 各个部长刚刚才领了成绩单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宣布要改组内阁 新的内阁今早正式出炉 并将内阁部长的阵容 从原本的28人增至31人 副部长27人增至29人 正副部长总数从55人增至现有的60人 内阁改组的消息最近甚嚣尘上 最新的内阁名单可说是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有的人回国当部长 有的人则被撤换除名 其中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 首相署副部长兰卡巴辛 与原任人力资源部长西华古马 都遭到除名 新委任的部长共有5人 其中在西蒙执政期间 对抗官病有功的前卫生部长 拿督斯里祖基菲里重新入阁 继续执掌卫生部 原任卫生部长扎利哈 则改任首相署部长 掌管联邦直辖趋势务 另外 通讯及数码部则是一分为二 而前通讯部长戈冰鑫 则是众望所归重新入阁 担任数码部长 至于通讯部则继续由法米掌管 其他部长方面 安华继继续兼任财政部长 但是却委任了雇员工基金局的首席执行员 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沙出任第二财长 原任财政部第二副部长沈志强 则转正成为人资部长 其空缺则是由原任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取代 前第二财长拿督斯里·佐哈里·阿杜干尼 再次入阁 担任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而原任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拿督·陈鸿坚 则是调任为原产业部副部长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拿督斯里·沙拉·胡丁 因脑溢血不幸理事 如今由原本暂代其职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阿米尔正式接管 巫统在这一次内阁改组中 三位部长互相对调部门 其中原任国防部长拿督斯里·莫哈·莫哈山 转任外交部长 原任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赞比利 则转任高等教育部长 至于原本的高教部长拿督斯里·莫哈·莫·卡利·诺丁 则接替莫哈·莫哈山掌管国防部 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将分为两个部门 由副首相拿督斯里·法迪拉兼任能源转型及公用事业部长 而聂·纳兹米则担任天然资源及环境可持续性部长 副部长方面 原任财政部第一副部长拿督斯里·阿莫·马斯兰 转任公共工程部副部长 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副部长沙拉斯瓦蒂 转任国家团结部副部长 大马伊斯兰理科大学副教授祖基·菲里·哈山 则受委为首相署宗教事务副部长 其他受委出任副部长的分别有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拿督斯里·诺莱妮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副部长古拉 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副部长拿督拉·马南 以及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 新的部长与副部长已经在今天校午在国家王宫宣誓就任 此外 针对林慧英的副部长职位 在这一次内阁改组中被调换部门一事 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表示 他没有权利发言 这是首相的权利 也是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与首相洽谈的结果 为此 林冠英感谢陆兆福为行动党争取多一名部长 在这一篇中间学院中的对签 Nov 大学院里支持明镜与局在两时讯片上